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消耗大量纯牛奶的方法 家里有喝不完的或者快过期的牛奶都可以试试 准备两个柠檬对半切开 将里面的柠檬汁挤出来 过滤到一个碗中 过滤出来的柠檬汁重量差不多100克左右 过滤倒入两升的纯牛奶 开中火烧至微微冒热气 感觉略微有些烫手就可以了 关火倒入准备好的柠檬汁 没有柠檬汁的话用等重量的白醋代替也可以 倒入柠檬汁后搅拌均匀就行了 很快牛奶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絮状物 在一个大盆中铺上纱布 然后将牛奶倒进来 提起纱布乳清就流下去了 把乳清挤干 这个乳清也很有营养 可以直接饮用 也可以用来活灭 这个裹在纱布里的就是奶酪了 差不多两公斤的牛奶能得到200克的奶酪 现在直接吃就可以 这就是奶酪最简单的做法 为了得到更好的口感 在奶酪中加入15克白糖 再加入两克的盐 用蛋抽搅拌 如果觉得干就加点乳清 搅拌到感觉比较细腻的状态就行了 香甜的鲜奶酪就做好了 淡淡的柠檬香味 口感细腻丝滑 奶香浓郁 直接吃就很好了 抹在面包上一起吃也可以 这样做的鲜奶酪虽然好吃 但是不宜保存 做好之后尽快用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前面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